近日,爸爸去哪儿引领了一股全新的收视狂潮 节目中几位爸爸和宝贝的亮相让粉丝尖叫不断 虽然外表温柔,但内心里却住着一个女汉子的田宇成 人气更超过了老爸田亮 日前,叶一线通过微博晒出女儿弹钢琴的照片 并向田亮通报女儿学习进程 春小小艺术家有在家乖乖练琴哦 照片中的田宇成扎着清爽的马尾 穿着时尚的鲍纹上衣 一组照片中,有端坐在钢琴前 架势十足地看着乐婆认真的恋情的 也有被发现偷拍后转过身 嘟嘴脉萌半鬼脸的 女儿看上去非常的可爱 小美女认真却又搞怪的劲顿时萌翻中网友 稍后田亮转发微博并隔空向女儿点歌 称爸爸要听铃儿响叮当 网友纷纷夸赞田宇成可爱漂亮的同时 还有人担心起未来找对象的问题 心底这个女汉子长那么漂亮有多才多艺 以后找男友困难了 田亮前不久在接受某采访时透露 觉得养孩子最宽大的地方就是进入她的世界 女儿平时很爱哭 但否认女儿是浇灌的公主 称女儿在家里很会做家务 现在都已经会洗菜了 对网友的赞美田亮则是露出害羞的微笑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女儿比我更好 莫了田亮还是不忘夸赞女儿 称她比自己想象的更坚强 如此爱女儿的田亮直言 自己从来没有打过女儿因为舍不得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除了